怪不得小姨能看上你 工程就 这么优秀的男人谁不喜欢 呃 就是那啥 怎么了害羞的吗 工程确实没没做好这几年 所以这次 我跟小姨来呢也确实想 想那个看看 能不能咱们合作合作 合作合作 可以啊 可以是吗 那我谈了多久了 嗯去年的 冬天是12月份 到现在反正也大半年多了 大半年那还在新鲜期哦 很有激情感的人是不是啊 是他对我也不错 那你是喜欢小姨哪里啊 我觉得他很真诚啊 真诚 每个女孩都真诚啊 譬如我我也很真诚啊 而我不真诚吗 那个 谢谢 肯定真诚啊 不然会跟小姨那个处这么好吗 那你只要支持的女孩都喜欢 那你岂不是也会喜欢上我啊 呃 我逗逗你呢 你是不是害羞了啊 我虽然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肯定喜欢你的男人多了呀 是不是 喜欢我的人是很多 但是我也要跳我喜欢的呀 那你 挺欣赏你这种类型的 哎呀 我这 我觉得外表看起来 嗯 挺憨厚的 而且事业又很成功 有上进心 这个 别别别 你还多喜欢这类型 别这么说 说我都有点飘了 是吗 会飘吗 喝啥喝啥喝啥 其实我就是 怎么说呢 我们北方人 我是东北的 就是有点 我们北方人说话 就有点飙 你们这边呢 我就喜欢东北人 因为我觉得东北人的性格很直爽 那他直的就是傻了 没有 我就一直想找一个东北的男朋友 就像你这样的 妈呀 别找我这种 我这种干完工程拿不到钱 钱不钱的不重要啊 只要有上进心就行了呀 而且人又好 性格又好 我觉得你就是这种理想的 男朋友的类型 对了 你说那个外包多少年了 几年了 嗯 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 那应该业务方面很熟了 那肯定熟 活肯定干好 你放心 你对 你只要按月 把金钟款给我到位就行了 呃 这次麻烦你了啊 不麻烦 哎 想一来啊 啊对 姿势你看一下 啊我来看一下 哈哈 像什么 聊的怎么样 啊 挺好的 那他家 你看你这个闺蜜家 这个工程的做的不小 挺硬的 哦 这都是资质都是一级的 哦是 资质都是一级的 我先大概看一下 然后具体的要肯定是要拿到公司给董事啊 下面的项目经理啊都看一下 哦 好好好 啊小姨 小姨你在那个萧山过两天到我公司吧 我们再具体谈一下行吧 可以可以 那你看大的项目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公司人他们也要看一下 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 没问题 我现在工程做的比较大 哈哈哈哈 嗯 是 行 那这样 过两天小姨 你看你什么时候空 你跟萧山一起来我公司 好吗 我都得到时候给你时间 行行行 那我们到时候空再约 OK吗 可以可以 好好 那麻烦你了 哈哈哈 那今一会儿有没有事啊 啊 待会儿 应该没有太大的事 怎么了 那不得一起吃个饭吗 怎么 多久没见了 吃饭 我觉得就算了吧 我不打扰你们的甜蜜吃瓜 我不想做电灯泡 我今天待会儿还有一个局 哦 重点是有饭局 对对对对对 我不想做电灯泡哎 我们下次啊 下次你反正带萧山来我们公司时候我们再约 那你到时候拿走了 那肯定的 那那就过两天去他们公司好吧 到时候可以得给我留个玩饭时间 一定的 OK 嗯 那我就先走了 萧山我先走了 行行行行 好 那拜拜哦 哦 行 慢点啊 好好好 有戏啊 看来 这闺蜜可以啊 那必须的 刚早的 那你 谈价实际这么强 你咋不早点说呢 为啥要早点说啊 你看我都待了这么久 不然我这活早就干上了 我觉得随便谈价 雷后干一个都可以啊 我要让你沉淀 沉淀做更好的自己 才能把工程做好 懂不懂 哦 沉淀 我都沉淀了几个月了 还不够沉淀吗 我想让你休息一段时间 不行吗 哦 原生没让我休息啊 啊 懂了 懂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干活 干活的 那我是男人 我不得 想办法赚钱吗 那我先等你 哎呀 小姨 来了 你怎么才了啊 我求点事 耽误了 你这工程 怎么搞的 进度那么慢 我这不这两天 一直有其他事就就没打来工地吗 耽误了就是 你爸来了 他等你好久了 当这干嘛 这还我说啊 你拎着肯定好一点啊 你爸是不是发火了 嗯 嗯 看这要有心理准备了 我这心里有点秃秃的 没事别怕 你陪我进去吧 我陪你 啊 走 我陪你啊 在里边坐等着呢 来了高长 你好 那个这么热的天 你还亲自跑一趟 辛苦了 哦 我给你带着这个 茶和烟 那个不曾经 那个工地 我去转了一圈 看了一下 你这边活是怎么干的 呃 我高长 你听我解释 就是正好这几天 有几个工人生病了 然后还有请假回家了 然后我这边人就没 不要讲这些 这是你的问题 是是是 是我的问题 你知道你这个干法 这个工期 我们可能是来不及交付了 啊 那个 我这两天想想办法 给你往前赶一赶 你看行不行 往前赶一赶 你这都赶不出来了 赶不出来 赶不出来 你可知道我们这个 远远金要赔付人家多少钱 远远金啊 呃 你这样高长 就是 你放心 我肯定加班加点 把这个工程进度往前赶 按照规定时间 给你交付给你 你看行不行 你要是来不及 你可知道我们要赔付多少钱 如果我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时间给你赶出来 所产生的这个 后果我承担 赔付多少钱 我来赔 你来赔 你赔得起吗 你啊 我 哎呀爸 这可不是一笔小的顺利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对高长 你再相信我一次机会嘛 你赶紧赶工 我那还有一批工人 正好 你现在不忙 我来带给你 你一起给你抓紧 真的 那那那肯定来得及 那你放心 他这边在拉着堆 我马上按照规定时间内肯定给你完工 你放心 小一啊小一 你说你找的什么人啊 他是不是没有做过工程 我做过做工程 做过 怎么没做过 这不是特殊情况 是是是 特殊情况嘛 嗯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哎呀 你这个 哎呀 爸 那这样吧 如果再说什么问题的话 我来负责 啊 你负责啊 你负责 嗯 我不怎么办 哎呀 老爸 我看见小一的面子上 我知道 你放心 我肯定把活给你干好 嗯 你这个人也太不靠谱 靠谱 怎么不靠谱呢 看下山了才过来 不是 这样子有点事 好总 我也不知道您来啊 您来 我知道您来 我早就在等您了 爸 我不好 我给他说晚了 嗯 好吧 好吧 行了 小一你看到高 谢谢爸 啊 啊 行 爸 您跟他干点茶 你坐会儿 对 这个 咽个茶给你放着的啊 那个那个孝敬您的 那 那我先去工地上去看 去看一下啊 你先先 啊 再见 哎呀 吓得我心里 哐哐乱挑啊 你爸怎么 这生气的样子 这么这么 这么凶啊 可能我没他那么凶 啊 我没有那么凶 我知道 关键说还得 你在我身边 不然我 这么知道 整不整好 没事 你别怕 嗯 回头 我给你打点 给你拨点款 你赶赶进度 我再给你找点工人 啥的 你怎么知道 我这个时候正去缺钱啊 我还不知道你吗 我就是不缺钱 我早就去外面找工人 就是 那你怎么不早点 给我开口呢 那你这个月 月进度款 不给我了 我怎么再问你要啊 你有问题 我昨天就跟你说了 你要跟我讲呀 哎呀 这两天 你说这不是这么多吗 一件事接一件事 怕我不好 我自己也没盯着你 不不不 不能怪你 是我的问题 我反正这样吧 你到时候钱 给我付了以后 我就马上 开始找人来 加班加点 把他往前赶 行不 嗯 绝对不会影响 你们家这个交付 嘿我 我办书饭 别往心里去 你毕竟在气头上 嗯 我知道 这本来就是我的问题吗 是我的错吗 夸会也正常 别怕 我在 我陪你一起 嗯 遇到困难 你任何上 哈哈 你是吧 嗯 有你在我就 变心多了 踏实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都是温暖 哈哈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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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